接着想说一种政府干预叫重量税 重量税简单来说通常是向供应上征收 就是说每出售一个单位就要给一个税项政府 所以其实是影响供应的 如果政府加了2元税之后 我们说供应就会由S0到S1 中间的距离就是2元的税 大家想像下如果供应商以前5元就做10件的话 如果要加2元的税 那是否要7元才做10件 因为有2元要交给政府 另一个理解可以当是 会做一个单位的成本上升了2元 所以供应是会减少的 向上面移动即是减少了 最后如何影响价格和数量 我们拍了供求的分析 又是做任何政府干预分析之前 我们先会打一个基础 就是说未发生任何事之前的情况 向下的需求、向上的供应 原本的价格、原本的数量 那个交差或者叫均衡点 接着现在加个税 我们看看会发生什么事 初步的分析就是说税会令到供应商的成本上升 上升了一个幅度就是那个税 例如刚才的2元 第一步的分析就是说供应少了 价格会上升 数量会下降 接着进一步就要分析了 其实税务的负担 考试通常会问究竟是谁承担呢 首先第一个步骤就是说 其实总共的税款是交了多少 我们在Q1 现在销售量减少了去到Q1 我们在Q1动上去 以后中间的距离是税 卖出Q1 因为售量的一个数量 才能买到Q1 1加2这个面积就是总税款 卖出Q1的数量 每件征收中间的幅度的税 一个长方形的面积 然后我们再仔细地分 将税款斩开两项 1其实是什么呢? 我们说是消费者的负担 为什么会说是消费者的负担? 因为加了税后价格贵了 价格贵了是消费者比贵了 所以1就是消费者的负担 你可以再补充就是加了价格的部分 但刚才说了整个税是1加2 剩下那个部分是谁的负担? 我们说就是生产者的负担 我们再补充就是整个税余下的部分 总括来说加了税之后 虽然供应商是要给1同2这个税款 但它可以透过加价由P0加到P1 将这个其中一部分的税款 负担转交给消费者的 所以加了价就是消费者的负担 整个税款余下的部分 那没办法了 就是生产商或者供应者的负担 那最后都可能会问下 生产者除了税之后 交了税之后的收入是多少? 好了,那虽然交税之前 新的价格是P1乘Q1 但不要忘记 有一部分是要交给政府的 所以除了税之后的收入 应该就是这个部分 好了,即是图里面 荧光笔的部分 来多一次 新的数量是Q1 新的价格是P1 虽然它收了这个收入 但它要交一笔给政府 所以扣之后 它的收入是低了 那接着就是最深的部分 你看到加了税的例子 是2元 但是消费者的负担 只不过是加价的部分 那是不是刚好1比1 不是的 我们知道加价的部分 就是消费者的负担 但是是不是一人一半 不是,我们要看一个最深入的因素 就是和弹性有关的 消费者要负多少 供应者要负多少 那我们会去下一个部分 接着到最深的部分 就是说 加了税 何时消费者会负多些 何时生产者会负多些 其实是和弹性有关的 或者大家幻想一下一个气球 红色的气球税 加了税之后 供应商其实想转价给消费者 将气球推过去 大家想象一下 用下想象力 但是如果消费者需求弹性高的话 是可以将荷税弹走 是不能加进去的 于是弹性高的话 大家想象一下 就将荷税弹走 变成消费者的负担 就会低了 那我们写下个结论 好来多次 需求弹性 即消费者属于弹性高的话 它就可以将荷税弹走 所以消费者的税务负担就会低 但我们要补充多一次 如何为之需求弹性高 答案是高于供应弹性 因为生产者都很想将荷税弹给你的 但是你弹性更加高 弹回给它 所以最后消费者的负担是低 所以最重要是这句 需求弹性高 是高于供应弹性 你才可以将荷税弹回给它 而令消费者的负担低 那最后呢 就是用图去表达 其实这一部分是最深 不过幸好近年呢 就开始比较小问些 这个环节 好 这个图相当复杂 我尝试去解释一下 那就是两组供应线 都是加相同的税 怎么看到呢 因为大家中间的距离 大家看一下这里 其实是一样的 那就是说大家 加的税是相等的 但是唯一不同的是 因为同学还记得了 所以求借下面的部分呢 弹性是低的 所以你便 你见到呢 价格的升幅 即是消费者的负担 其实是大一点的 那我和我们的结论一致 好了 那相反 如果你加税 是加在上面 即是说 需求弹性高的地方 那你见到呢 那你见到呢 价格的升幅呢 相对下面呢 其实是小一点的 那便符合这个说法 如果同样是加税 需求弹性是高的 那你见到呢 消费者的负担呢 即是价格的升幅呢 即是价格的升幅呢 其实是小的 那所以你看清楚 这个题目是问什么呢 如果它说 消费者的负担要低 那即是说呢 价格要升得少 因为价格的升幅 是消费者的负担 那你就要画 需求弹性高 即是要画 需求高一点的地方 那即是画 蓝色这组的部分 那相反 那不是哦 题目说呢 消费者的负担要高哦 好了 负担要高 即是说价格升幅要多 即是说可以加到它价格的 那我们需要呢 消费者的弹性是低 消费者弹性低 即是说呢 多贵它都要买 所以呢 我们就要画 黑色一点做了 那要看题目问什么 哪个负担大一点 消费者的负担 高一点 还是低一点 然后再画相对应的图 OK 来多次 如果题目说 消费者的负担要低 那我们呢 就要画在 需求弹性高的阶段 那画出来的 价格的升幅 即是消费者的负担 就自然会低的了